在過去一年半的時間裏,人有很多理由可以流淚 根據哈佛健康雜誌報道,哭泥會帶來一系列的健康好處 為此媒體 Daily Hive 亦列出一些在溫哥華,適合哭泥發洩的地點 大家不必為此感到尷尬 第一個地方就是位於溫市中心的公共圖書館 沒什麼比這個好像迷宮那麼大,可以讓你安靜在某個角落哭泥的地方更好 如果擔心被人發現,你可以埋頭進一本大型量子物理教科書裡面 第二個地方就是士丹利公園的人工湖,Los Lagoon 溫哥華不缺乏公園,但這裡最大的好處就是私隱性極高 不過有沒有膠囊的出沒就要小心了 當然你還可以在混亂的巴士上哭泥,尤其不在繁忙時間 巴士的後座永遠是最佳選擇 UBC校部UBC還曾評出怎樣的巴士最適合哭泥 最後的贏家是N17路線巴士 據說他可以帶給人難以言喻的深夜總級哭泥體驗 其他一些地方就包括美術館Art Gallery門口的T級 Kisslano海灘和西溫的Light House公園等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